斯大林设计这条毒计的时候 或者说他决策的时候 他也做过几种估计 那么第一 他认定美国是一定出兵的 他认定了军程只要往南打 美国绝对不会坐视韩国灭亡而不顾 美国一定会出兵 然后呢 中国呢 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往中国推出去 他的估计是中国第一 中国不会出兵 他觉得中国不会 或者说中国也不敢出兵 你们还不是真正的马斯主义者 山沟里的都是 他认有一种估计是中国不会出兵 第二种估计是中国可能没准这个毛泽东 跟一般的共产党人不一样 刚刚领教过毛主席的厉害的斯大林 觉得中国也可能在毛主席的力度下会出兵 那中国出兵可能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就是打不赢 出兵了 被美国人赶回来了 给打回来了 那么的这个结果呢 就和他不出兵是一样的 就是美军 陈兵压入江了 第二个结果呢 就是中国可能 万一打赢了呢 斯大林觉得你打赢也没关系 你打赢了 你跟美国也结下了仇恨了 你就会成为美国人的眼中钉 那么那个时候 美国对你中国施加的战略压力 建议和其之大 那么面对着那样的战略压力的话 你中国会更加 或者说也只能更加 靠近我 苏联 更加 依赖我 苏联一样可以 夺得自己的战略利益 那么按照斯大林的算盘当时 朝鲜 发动战争 美国干预后 朝鲜战败 最后金日成 流亡中国东北 美军兵临压入江 威逼中国东北 那么 百年以来 从第二次亚变战争 到八国联军侵华 西方列强的舰队都是走渤海 然后从大国口登陆 直到北京城的 是不是啊 那么建政一始的新中国 也首都也定在北京了 然后呢 那时候中国的军队有陆军 海军空军力量基本上是零 重庆建齐了 就被国民党空军给炸沉了 是不是啊 那么面对强大的美国的海军和空军的压力 那么中国危机 之中 一定 自己没有力量 来抵抗 来防御敌人 那么为了防守渤海 守住大湖口这个要害 也只能邀请苏联的海空军 常驻渤海 口的那个 吕顺大连 危害甚至山东半岛的危害 恶住 渤海的那个口 那么也就只能把支持吕大的这个命脉 就是中长铁路啊 从哈尔滨到大连啊 那个中长铁路 经营权 继续的交给苏联 或者苏联干脆就直接以保护自己的 在旅大 那时候还没交还给中国呢 到55年 一开始说55年交 那没交之前的时候苏联利益在呢 那苏联为了保护自己在旅大港口的利益和中东铁路的这个铁路上的利益 他也可以强行驻军东北 无论哪种情况 那么刚刚签订了中苏友好通风条约 规定了归还中长铁路啊 旅大港这协议最后就成了一纸空文了 那么 中国 就会长期的 老老实实的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 如此 苏联长期占据旅大港 控制中长铁路的战略目标 一样能够达到 苏联的远东利益一样能够得到保证 这是斯大林的完整的 这个朝鲜战争的设计 一统 这是一个试图同时削弱美国和中国 强化苏联利益的很高明的谋略 在这个谋略中 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朝鲜 都是斯大林的棋子 在他手中的棋子 作为当时世界一等一的大战略家 斯大林这个计划几乎完美无缺 按照斯大林的设想 无论是美国或者中国如何应对 苏联都将是最后的赢家 除了拿出撒瓜两枣 甚至可能不伤及自己一根好矛头 你看到后来 中国决定出兵的时候 苏联就是不派空军 一开始说好的 他驻空军最后临时变卦 想好了 斯大林说干就干 1950年的1月7号 根据斯大林的授意 苏联外长维信斯基 拜访毛主席 建议中国外交部 给联合国安理会区域的声明 否认前国民党政府的代表 在联合国民党代表蒋亭福 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 维信斯基说 维信斯基说你们只要是发个声明 否认台湾国民党这个政权 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的话 那么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 就是如果蒋亭福还留在安理会 代表中国的话 那么苏联就拒绝出席安理会 我们就拒绝出席安理会 这意思好像是为了帮助中国 重返联合国 你看我们苏联 你发个声明 我就支持你 然后蒋匪包还在那 我都不出席安理会了 这多么有好的举动啊 姿态啊 那时候也不知道 这个斯大林要下一步让金日成 去统一朝鲜 也不知道苏联退出安理会 下一步什么打算不知道 中国政府就信了 中国外长周恩来 随后就按照斯大林的要求 就发了个声明 否认蒋亭福 代表中国在哪 那么1月13号 50年1月13号 苏联在安理会提出了 驱除这蒋亭福的提案 结果肯定通不过呀 就没通过 没通过的话 苏联就抗议 抗议蒋介石代表 参加安理会 然后就说 那我他妈就退出安理会 宣布在国民党代表 被驱除出去之前 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 安理会的工作 苏联政府也将不承认 国民党代表参加下 做出的任何的决议是合法的 不承认 这斯大林设议的多高 安理会的决议呢 有强制性 苏联的承认以后 根本不可能影响 安理会已经 如果已经通过了的决议 他不当了 他这个决议的实施和执行 作为安理会主要的创始国 苏联当然知道这些规矩了 中国那时候真不懂 那么没有了 苏联参加了 安理会还得照成工作 不仅照成工作 因为没有了苏联 那很多事 是不是他们几个说了 就算了英法 美 包括蒋介石那边 他们几个就说了算了 因为苏联没有反对派 没有苏联的反对派了 决策的效率 还空前提高了呢 斯大林这个足迹 在联合国那 弄得美国心里都直乐 高兴得不得了 北朝鲜这 金日成 因为苏联的支持 安定理告诉他 你看我闭见 炸北朝鲜磨刀磨磨磨啊 开始备战 一切准备差不多了 五零年的五月十三号 金日成到了北京了 建老主席 跟毛主席说什么 说关于武力统一朝鲜这件事 我们想武力统一朝鲜 斯大林同志已经统一了 已经统一了 金日成跟毛主席说说 只要中国统一 我们不要任何的帮助 就是我不需要你中国帮助我 我现在自己能干 这个斯大林同志都同意了 我现在看你毛泽东同志 同意不同意 那你说毛主席能不同意吗 是不是 都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 人家的家事 是不是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老大都同意了 然后这个 都同意他办这个事 那你咋能说什么呢 你办去吧 你自己家的事也是 毛主席自然也就同意了 但是金日成只是告诉他 他想统一朝鲜办法 他没说什么时候要统一 什么时候开打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告诉毛主席 朝鲜和苏联 对于这个 具体的战争的 这个发动的这个时间 啊等等这些 主要的这些个内容 根本对中国就守口如瓶 结果 一个多月以后的6月25号 金日成就 就遇过了三八仙 中国是怎么知道 朝鲜战争爆发 从 国外的报纸上才知道 国外报纸爆了 我们驻外的机构看到了 说第一时间告诉国内 国内才知道 这就是当时 你看斯大林 我说金日成退和着斯大林 哈哈 你看搞了这场 这出大戏 你要把中国蒙在鼓鼓里 那么当天 这把爆发了 战争爆发了 安理会 就是美国就提案了 得干涉啊 得管啊 苏联缺席啊 全部的举手 我一直都通过了 宣布北朝鲜的武装进攻 是对和平的破坏 要求北朝鲜立即停战 撤军 回到三八仙以北 当天晚上 6月25号的晚上 杜鲁门就命令他远东 远东驻军 空军海军就开始参战了 当天晚上就命令海空军参战了 驻在这日本的啊 什么的 同时呢 他就没忘了这个中国 他就开始采取 针对中国的军事干涉 干涉行动 杜鲁门就宣布 台湾海峡 重力化 台湾未来地位未定 接着就命令 第七舰队从菲律宾 从菲律宾的美军基地 就北上 封锁了台湾海峡 那他呢 第七舰队往上一横 速遇的这个 你多少沐船 你也过不去了 是不是 一个金门 都打得那么惨 就是中国解放台湾 已经成为了不可能 那么呢 摆在中国面前 南面台湾 有美军的第七舰队 北边的朝鲜啊 是已经开始跟 北朝鲜军队 开仗了个气势汹汹的 以美国为首的 十六国联军 中国就被逼到了 与美国军事对抗的 第一线 稍后继续 十六国联军事对抗的 地区 第二线 都被逼到了 以美国为首 计判 就好 一只 一只